盘点变形金刚离死的最憋屈的战士 谁才是你心中的一难题 一飞过山 无论是电影还是动革 说起死亡角色 飞过山总是荣灯榜首 在变形金刚六中 反弹球和粉碎找到了逃亡中的飞过山 并向他逼问擎天柱的下 可作为刚义不屈的汽车人忠实 飞过山当然宁死不疼 可这时远在地球的大黄蜂却意外暴露了坐标 失去利用价值的他当场就被反弹球一封为二 只能说死亡如风长板大身 二铁皮 秦天柱手下头号副怪 同时也是汽车人里的武器大师 凭借一身铜皮铁补可谓纵从无敌 他是冲锋陷阵的满风行战士 其实力仅次于领袖秦天柱 可惜如此强大的战士没有战死沙场 却死于自己人的辈子 赛遍三中遇天敌为了修复女星赛博的 秘密与威震天达成协议 并枪杀了铁皮作为投名状 在他那把高腐时的热龙枪下 三救护车 他是博派最优秀的军医 性格温和而又理性 却常常为没有修好大黄蜂的发生器而打个字符 尽管他在辩词中遭到目风小队的围杀 但因为秦天柱曾经一句不伤害人类 救护车只是一味的逃棚了 可随着禁闭这个老六的call 救护车也被骑打了点眼影吸 最终他被禁闭掏心掏粉 死后气头颅还被PSR拿去做了标 四大力神 他拥有无比的身材不利 只要一拳就可以敲掉一座车 他是由八台价值部的超级工程车佛 其巨大的口颅仿佛一个超大型吸尘器 能吸收任何所见之物 在影片中他奉堕落金刚之命 前往金字塔等转挖掘 能心退去的 在被美军一发轨道炮打中后变得 一身实力不知道弱化了多少 也不知道是不是具体经费不足的原因 五声波 他是狂派里的首席情报 其手中掌握了一只庞大无比的鉴定 不仅拥有能千变万化的激光银 还有着一只擅长侦察与暗杀的机械本 其自身更是常常隐居于深空之中窃取起 可以说地球上的任何信息都难淘气发引 可在变三中为了指挥作战 声波最终还是亲自下场的战斗 这也导致他被五指台成功单杀 六吵闹 他是狂派混天报成员之一 性格暴躁且实力强大 常常作为战场中冲锋陷阵的猛将 他能变身为一辆M1式直战 当登场的吵闹就遭到汽车人的极致凝空 先是被救护车斩钻一只手臂 随后在汽车人与人类双唇耗的下飞满 节节败的 最后被赶来的五五拍一炮 走胸膛而死 七炫愈 出到极巅峰的狂派猛将 当登场就以绝对的实力担任分裂美军击力 同时他的胸膛中还隐藏了一只机械之行 两者配合之下更是难逢敌手 可惜如此强力的坑中汗 却在变衣决战时被人类特主拼单上 当真是剧情杀无语